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6月14日 星期日 因為早兩天 身體不太舒服 就在休息室 在公海休息室 今天好很多 所以可以多說一些新聞 想追回這兩天的 香港新聞 我們現在大致上的分工就是 假若我們分開六節目的話 多數 就是我會多說一些香港新聞 Tony就會多說一些國際新聞 或者大陸新聞 尤其是國情那方面 熟悉一點 會多說一些 好了 這節 繼續說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講這節之前 還有第二件事想說 原來有補充 我的朋友馬上跟我說 這個 第一節 所說的 那個 姓吳的裁判官 亂把那些人還押去小纜 拿精神病 報告呢 這個 他說正好 當然這個朋友是法律界的朋友 正好就是去拿人身保護令的 案件來的 因為你知道 其實嚴格來說 那些裁判官的權力是很大的 因為其實是法官 根據裁判官條例 裏面有很多法定的權力 是裁判官 才能夠行使的 當然普通人就不會有這樣的權力 那麼你要把 一個被告人 還押去精神病院 拿精神科的報告 嚴格來說 你不存在一個 他不是一個判刑 這個 剛才也沒有說 因為這個你用一個 罰人去精神病院的方法 運他十幾天 拿精神科報告 好像不止十幾天 應該要運二十幾天 這個是一個所謂 俗語就是沒有仇報 什麼意思呢 其實一 我就不能夠申請上訴 因為排期上訴 上訴未上完 未排到上訴 我就已經被困了二十幾天了 所以就算最後上訴得值 那二十幾天 最低限度 白白被困了 所以這個就是 俗語就是沒有仇報的一個 行為 那麼你很明顯 那宗案件裏面就是用一個 濫用權力的方式 去懲罰一個 人 那個人可能是跟你政治立場不相同的 跟你看法不相同的 那個人根本就不是有任何精神病的 你用一個 裁判官條例 的權力 去欺壓普通人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個情況當然最好就是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 不是上訴 就是去申請人身保護令 這個也提醒了我 我們剛才那節的結尾也說了 現在這個 制度 崩壞到一個很嚴重的地步 但是還沒有壞掉 可能還有一兩成 或者可能多一點 這個觀點與角度也不重要 制度還沒有壞掉 始終還有一部分 制度是行之有效的 其實這個案件也應該適合 申請人身保護令 希望那些 幫老師做的案子 朋友 可以告訴那些律師 希望他們可以申請人身保護令 這個應該是最佳方法 其實說真的 你問我個人意見 我很早 就已經知道 在香港 你讀這些英國人的法律 讀法律系 其實很快就會沒有暈眩 其實我很早已經遇見了 也 早兩年 有一些 朋友跟我說 一些對社會體驗的前輩 跟我說 英國法律其實還有沒有用呢 大陸好像想走大陸那套制度 其實這些是很有先見之明的 這些就是人生經驗 不需要 天天 看著一些新聞說甚麼 你就去想甚麼 因為你也知道很多媒體會帶著很多風向 尤其是 藍色媒體跟你說每一件事都沒有問題的 只是為了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如果一個地方長期繁榮穩定 因為你有個國安法 就不會有那麼多人 你看一下廣告吧 現在最多廣告是甚麼呀 加人移民呀 如果你那個地方 因為你一條法例是會長治久安 有經濟增長 經濟繁榮的 為甚麼會有那麼多人要移民呀 請問 你有沒有常識的 講這些說話之前 一個地方要經濟繁榮 原來是大部分的人是打算要離開的 不是打算要留下的 那個地方怎會可能是經濟繁榮呀 請問 講這些說話的人是否有常識的 這一節要講的東西 跟剛才講的東西是緊構的 很早 一些有先見之明的前輩都已經看到了 其實香港 普通法是否還可以走下去呢 這個我相信 接下來一定是不長的 按現在這個走勢 無論這個時代革命 光復島就不用說了 光復島就不用擔心了 光復島之後 例如香港忽然間有一個 新的政制 新的民主制度 會不會走回 完全是英國人那套法律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到時才知道 可能大家會 可能學一下歐洲也不頂 可能學一下美國也不頂 很多 法制是會用了成文法 不用普通法也不出奇 這個真的很難說 另一個方向 不成功計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的 香港一定是會 走向一國一制 換句話說 他現在控制不了的東西 包括你的法律制度 包括你那班 讀洋人法律 讀英國人法律 不知道何時開始會禁你講英文 現在也開始有這種 文革批鬥風走出來 例如有BNO 要出來 要撕人家的 那本BNO 就要宣示 你對英國的不滿 不做英國的走狗 原來拿著BNO是英國的走狗 如果拿著英國BNO是走狗 那你讀英文的法律 講英文的普通法 那你是不是更加走狗 所以很早我們已經遇見到了 這件事 不是今時今日講的 很早我們已經遇見到 即是其實接下來 到最後這一班共產黨 有共產思維的這一班人 那一班土共 到最後 他們要對付的 都是他們口中所說的那些戀籍的人士 即是你們那麽留戀英國殖民地的前朝留下的東西 包括英國人的法律制度 你們那個假髮呀 那個袍 沒有啊 其實說這些東西有很矛盾 中共的領導人自己也穿了西裝啦 那些是不是羊鬼子的服飾呢 為甚麼你不穿中山裝呢 中山裝也不是你們的 其實那些是學日本的 為甚麼你們 又要講英文呢 為甚麼要發英文稿呢 為甚麼有些網站要寫英文 英文是半生不熟 最後就變成普通話拼音呢 為甚麼要用英文字母呢 請問一下 那好吧 先說回一宗新聞吧 我們也經常說 這個鄭若驊 律政司 出來再說 說這個港區國安法 如果依照普通法的法律條文 是不設實際 亦都說 如果有一個日落條款 甚麼是日落條款呢 日落條款就是 如果 人大通過的這個港版國安法 最終香港是會根據基本法23條自行立法的話 那麼 人大幫你通過的港區 國安法 他就是會自動失效的 所謂 日落條款的 sunset course 如果用英文說 某些法例會自動失效 那就叫日落 他就說 日落條款不設實際 多次一舉 用普通法法律條文 是不設實際 那麽 你會問一個問題 為甚麼你一個 讀英國法律 讀普通法法法律 受法普通法訓練在英國 法律制度 即是香港法律制度之下 拿到資深大律師資格的一個人 會出來跟你說 普通法條文 是不設實際的呢 你會覺得很詫異 為甚麼一個人 原本 就是讀這些法律的人 做這個資深大律師 做仲裁 那你做仲裁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用 國安法思維去做呢 其實你是不是在行大陸法的呢 以及你的資深大律師 到底你是用甚麼專業知識去拿回來呢 如果 用大陸法是可行的話 為甚麼 即是你現在香港你還行普通法 為甚麼你每一樣東西都轉了 要大陸法 但是 但是你親中不代表一切 你們知不知道其實國內的律師牌很難考的 國內的法律是很難讀的 其實我們 以往交流也知道國內的律師說 其實國內要考律師牌是難過你 在香港考的律師牌是很多的 那個是一個全國性的考試來的 那個基本上是一些 全國最尖銳的人士 去考才能考到那個牌 其實大陸的律師牌 我不是稱讚法律制度好 我只是說那個牌難考 只是說門檻問題 高牌很難得到回來的 其實很多香港律師就算你打算去考大陸牌 一定是考不到的 大陸的律師牌嚴格來說 門檻是高於一個香港律師牌很多的 但是大陸的律師牌是不值錢的 為甚麼不值錢 因為 大陸不是真的說法律 大陸到最後 律師上法庭不是說法律 律師上法庭最後是說你 到底你的背後的後台 是甚麼人啊 你認識多少共產黨的官員啊 法官啊 有沒有跟法官去夜蒲啊 去玩樂啊 你們的關係如何啊 是因為在說這些東西嘛 所以為甚麼 大陸要用香港做金融中心啊 上海做不到香港金融中心啊 因為你的法制不行啊 外資對你沒有信心啊 如果你是一個集資市場 外資對你沒有信心 你集的都是本地 本國國內的資金的時候 你要做國際金融中心做甚麼呢 國際金融中心就是因為你想對外 有外國國家承認的嘛 不是北韓支持你嘛 不是緬甸支持你嘛 不是斯里蘭卡支持你嘛 不是烏干達支持你嘛 不是暴龍迪支持你嘛 有些國家很多說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哪裏來的 要打開非洲的地圖 還要找不到的 因為國家太小 例如暴龍迪 你要找很久才能找到的 有這樣的國際支持你嘛 你現在是不是到底要行國安法 要令香港成為新國際金融中心 就要跟這些國家 只有這些國家承認你的呢 新國際地位是不是這樣來的呢 你作為香港 受普通法訓練的這個人 鄭若驊 讀英國人法律的 現在跟你說這些話的 好像完全是與他無關的 現在完全是想著 我們的政治分析 我們認為現在鄭若驊 自從經歷了上次在英國 倫敦 滲下之後 然後 大家都記得了 還有一大堆 國安朋友 嚴密 保護 保護鄭若驊回北京 然後大家都記得了 回完北京就下來 香港見記者玩失蹤 失蹤完被人夾到北京就下來 然後就念如死灰 人家問他甚麼事 北京是我們國家的首都 所以北京很正常 答非所問 中間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很清楚 我們認為鄭若驊現在 把心一橫 他們的心 徹底是要捱向北京 不知道基於甚麼原因 上次上完北京之後 有一個很重大的轉變 不知道是甚麼東西在人手上 現在他在英國那些 物業不是最重要的 他是不要的 他在心目中有其他東西更加重要 而那東西是在北京手上的 所以其實 不需要再期待這些人 讀完法例 受完訓練 會說人話 基本上是不會的 出來說一些東西 更差 更差過梁愛詩 譚慧珠 更差過劉兆佳 本來想多說劉兆佳 但我已經做了三節了 可能也不說了 留下明天再說 沒有空招呼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所謂 過往很受人尊重 律政司 資深大律師 又很有江湖地位 今天是沒有意思的 到了2020年 2019年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這些所謂人物 所謂有些社會地位的人 到最後 北京要你 強硬 強硬起上來 要禁制 你這群人基本上是全部 跪下了 是一點自我都沒有的 甚至乎現在也不止沒有自我 他現在打算 要雙手沾滿鮮血的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甚麼痛腳 被人握在手上 但是已經基本上是把心一橫 雙手要打算沾滿鮮血的 這些人 就是一個地方 的Department of Justice 律政署 的領事人的律政司 你說這個地方 有甚麼正義可言呢 這些人的領事 這節時間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敬礙 敬礙